大家新年好 现在是中国传统的春节 我和我的家人还在老家过春节呢 这两天看到了媒体的一些不负责任的报道 对基督部、公司、家人及我本人都带来了很大的伤害 我们收购A-C米兰从一开始就遇到了扩种过院 的困难和承受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有各种的传言和不负责任的报道 本着给球队和公司创造安静的、良好的环境 我们没有理会 带有各种目的的流言飞语 但是现在严重困扰了俱乐部、公司和家人 我想借此智慧也是我最后一次说明 本人整体资产状况一切正常 这样看 基督部和公司也一切正常运作 希望大家不要相信不时的报道 而是把关注放在大家和我本人最为关心的球队的经营和发展上 即使支持家徒所、主教练 我也会做一切能做的带领俱乐部 从回电风 球队在本赛季比赛 我每一场都在看 在我们成绩最差的阶段 我看到了 输掉比赛时候 很多球员都在流泪 赢了比赛的时候 航力、法所内也在流泪 我的内心是五味俱全 但是我深深地知道 我们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就是为了A.C.米兰未来的辉煌 为了给全世界A.C.米兰的球迷一个交代 还好啊 在你们的努力下 球队下阶段有了非常 好的表现 在家徒所和球员的努力下 在各国方面都有了比较大的改变 谢谢你们 最后 我和我的太太 祝大家 新春快乐 身体健康 工作顺利